这个小伙嫌命太长 居然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徒手摊爬近百米的大厦 对面楼的女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 赶紧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可还没等警方到达 小伙就从高楼摔下 脑袋都摔飞了 探员很快来到案发现场 经过调查 死者名叫普朗特 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极限爱好者 曾徒手攀登了上百座高楼大厦 今天这座大楼 在他面前就是小菜一碟 怎么会出现失误呢 法医检查尸体后发现 死者脸上有一道擦伤 手上除了有防滑粉以外 没有任何伤痕 手里还紧钻着电话 上面显示的号码是119 很显然 他应该是在攀爬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 想要打电话报警 这才导致自己摔下了高楼 探员乘坐升降机 来到最后一个有防滑粉的窗户 这里是34楼 也正是死者摔下去的地方 窗框上有一道血迹 正好对应了死者脸上的擦伤 玻璃上还有几道裙印 这说明死者坠楼前 应该敲打过窗户 或许是想引起屋内某个人的注意 这间屋子是公司的会议室 探员在屋子里找到一只 印有对面酒店名称的钢笔 还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枚指纹 以及一只吃得饱饱的蚊子 旁边的椅子上 还有喷溅的血迹 探员猜测 死者或许是看到了一场谋杀 想要打电话报警 根据地板上的拖拽痕迹 探员很快就找到一具尸体 通过工作牌得知 死者名叫白灯 是这家公司老板 死因是被人一枪打中了太阳穴 这时探员发现死者的脖子上 有一个蚊子叮咬的包 而蚊子是不会咬以死之人的 这让探员想起了会议室的那只蚊子 他应该在白灯还活着的时候 就在会议室 那么他很可能也咬过凶手 探员找来了白灯的合伙人靳三 看着死去的白灯 靳三表现出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告诉探员 他上一次见到白灯 是在昨天下午 并且他和白灯已经合伙七年了 他的办公室在楼下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探员又找来白灯的秘书 面对质疑 秘书解释称 自己最后见到老板 也是在昨天下午 会议室那只钢笔是他的 他就住在对面酒店 昨天老板用来签字 忘了还给他 他还告诉探员 因为靳三想要自己出去单干 这让白灯很不高兴 所以两人产生了一些矛盾 警方应该重点去查一查靳三 白灯的妻子来到警局认领尸体 他说两周前 自己和白灯大吵一架后 就跑回了娘家 两人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他还告诉探员 白灯的脾气很差 除了他前妻 可能没人受得了他这样子 前妻则是告诉探员 白灯和靳三 其实是面和心不和 如果说谁最想杀他 那必然是靳三 三人都说自己没在案发现场 前妻和助理 甚至都将矛头指向了靳三 可探员进行深入调查后 反而坐实了靳三的不在场证明 凶手并不是他 法医检验了蚊子体内的血液 发现除了白灯之外 还有另一个男人的DNA 那么两个妻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这时探员想到 当时在盘问白灯秘书时 他一直在抠他的手 应该是被蚊子咬了 另一个男人可能就是他 可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探员查看了现场观众拍摄的攀登视频 发现普朗特坠楼时 房间里有火光闪出 说明当时窗帘是开着的 可奇怪的是 既然凶手在行凶 为什么还要开着窗帘呢 探员走到窗边观察 突然发现对面酒店的房间 是可以看见会议室里发生的情况的 或许凶手打开窗帘杀人 是想故意要让某人看到他作案的全过程 他们立即来到对面的酒店 找到一间可以清楚 看见对面会议室里面的房间 恰好撞见白灯的前妻和秘书在房间里 前妻解释说 自己是来参加白灯葬礼的 毕竟夫妻一场 自己来送他最后一程 秘书则说自己也是刚到的 探员查看了开房记录 白灯的前妻在案发前一晚 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他和秘书应该是狼狈为奸 在密谋什么大事 或许就是杀掉白灯 探员立即打开了秘书的背包 里面装着满满的都是人民币 面对探员的步步紧逼 前妻再也跟不住了 随即坦白了一切 他在白灯还是穷小子的时候 就和他一起打拼 可没想到白灯成为老板后 却开始嫌弃自己人老猪黄 出轨了年轻的女人 甚至还逼迫自己离婚 这让他十分不甘 凭什么吃苦受累是他 荣华富贵却是别的女人 而秘书则说白灯为人尖酸刻薄 一直把他当奴隶使唤 自己早就想杀他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白灯保险的受益人 仍然是他的前妻 他也知道前妻十分痛恨白灯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杀死白灯 然后平分白灯的保险金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原本十分完美的计划 却被突然出现的普朗特打乱了 前妻担心普朗特看到这一切 便打电话告知秘书 可已经为时已晚 普朗特还是看到了 秘书杀人的过程 秘书杀完白灯后 只好将枪口对准了普朗特 而普朗特下意识地进行躲避 一个不慎摔下了大楼伸手翼处 案件至此真相大白